安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兰姐 我们分开跑 要不 咱谁也跑不了 好 你往大路上跑 越危险的地方才越安全 我在这儿把他们引开 好吧 那你小心 在那儿 快追 嘿嘿 总算脱身了 我才不会引他们过来呢 他们要是追过来 我就跑不了了 兰姐 你自己应付吧 真是冤家路窄啊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这吓坏了 原来这些贼都是他们安排的 小子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我 我 我让他们把钱拿给二位 你说什么 你难道是里面那两位派出来的 是 是的 他们是不是在里面遇上了什么事 不好脱身呢 对 对 是的 你可以帮他们把钱带出来吗 我 我 好吧 大哥 暂时间不多了 要不 先把地图让他带给金国使者 然后让他再把钱烧出来 你看这样行吗 万一他们耍花样呢 我们在客栈守着 他们又跑不了 还怕他们耍赖吗 再说 金国人现在有求欲赞 他们肯定不会自毁前程的 你 把这个拿给他们 然后再把钱拿出来 只给你一个时辰 不许耍花样 否则 这是三日断肠单 你要是敢耍花样 你就等着借阎王吧 小的不敢 我这就回去 想办法把钱拿给两位 你哪来的什么断肠单的 我怎么不知道 我骗他的 是用你捏的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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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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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跑 站住 快 快 再找找 仔细搜操 是 奇怪了 一眨眼就没咬了 算了 我们别追了 好 走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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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 啊 啊 他们回去一定会为难夫人的 不行 我得赶快找到老前辈 你是说 你带我去找老前辈 真是太好了 这可怎么办呢 完了完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这究竟是什么呀 要钱就要钱呗 还给我一幅画 我拿他有什么用啊 夫人对不住了 我要是不把钱拿给他们 我就一命呜呼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 这要念到什么时候啊 夫人哪 求您早点歇息吧 阿弥陀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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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至心一处 脚灯青莲可入云 胸怀他念 虽有周疾一尘湖 没有路可以通过 这可怎么办 至心一处 脚灯青莲可入云 至心一处 心无他念 愿菩萨保佑我能够到达对岸 找到老前辈去搭救夫人 老前辈打扰了 我有急事想求您帮忙 什么事啊 小姑娘 求您救救我家夫人 她现在很危险 不要着急 慢慢说 我们不小心住进了一家黑店 他们要挟我们 让我们把钱交给他们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求您帮帮我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来找我 是想让我去搭救你的主人 对吗 嗯 看来你真是个忠实的孩子 哎哟 这一路上 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只要能救夫人 这些苦不算什么的 怪不得 你能通过莲花浮桥 只有心地纯净 别无他念的人 才能过来 你在危难之时 仍旧能一心忠于主人 真是难得呀 我这就随你去 太好了 谢谢老前辈 我不能再等了 看来只能强取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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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谁 喵 喵 对不住了兄弟 先委屈你一会 刚才什么声音 好像是猫叫 我怎么听着 有点不对劲 天都快亮了 他们仍旧没有出现 看来是没有希望了 会不会事情败露 他们已经 小姑娘 那贼人在哪里 我出来的时候 有一伙守在外面 另外有两个 就住在这间房 小姑娘 危急 你 我 藥 乖 你 好 你 你 你 不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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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完了 蓝姐居然这么快就把高人请来了 我该怎么办呢 夫人 蓝姐把高人请来了 那些坏人已经被我们赶跑了 是真的吗 夫人 这位就是路上我们见到的高人 我说在路上休息的时候 好像看见你们在跟谁说话 但一转眼就不见了人影 原来就是这位大侠啊 不敢当 现在夫人已经安全 那我也该告辞了 老前辈 请稍等 我们还没感谢您呢 救人危难 何足言信 再说我也是被你忠心护主的精神所感动 我们后会有期 师父 你们 哦 对了 这家客栈可是几十年的老店了 这位老板曾经跟我学过功夫 你怎么说是黑店呢 黑店 黑店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您看这个 这么说 你们不认识隔壁那两个人 他们也是刚住进来的 在大厅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们鬼鬼祟祟的 原来他们到这儿是想借机勒索钱财 就他们两个人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小姑娘说 当时外面还有一群贼人打算里应外合 哦 有这种事 幸好师父来得及时 要不然可能客栈所有的人都要遭殃了 他们可能是冲着我们来的 因为夫人这次要到清尼寺捐功德 带了不少钱 是这样啊 可他们怎么知道你们带着钱 哦 可能是他们在隔壁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吧 哎 西子 你怎么回来的 我 我 我进了树林后 不小心撞在树上晕了过去 醒来后 不见了你的踪影 我就赶快回来保护夫人了 既然现在大家都安然无恙 盗贼也被师父吓跑了 不如我们庆祝一下 正好我跟师父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 也好 我们也想借此感谢一下这位侠士 嘿 夫人客气了 应当感谢这位小姑娘才是 是 她为了找我 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 中兴可嘉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疼死我了 你去哪儿了 这是怎么了 我刚才在走廊里 只觉得脑袋一蒙就昏倒了 她刚才被人打晕了